手上的这个东西是什么你知道吗 今年5月苗栗仙议员谢方文质询时 亮出了这一包装有白色洁净物的夹链带 是K他命毒品 因为持有毒品到议会 被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 裁罚2万元罚款确定 议员乖乖前往缴款 你是9万元 不后悔 不心痛 痛会痛啊 那是不后悔 毕竟是白花花等一只 完成缴交罚款直说不后悔 因为质询毒品泛滥事件 时尚头一遭 议员公然持毒尽异常 这个是K他命 这一小小包的K他命 随手可得啊 你知道我们苗栗县市 这个K他命啊 在校园里啊 多么泛滥 许方文当初也因此 必须接受咽尿 结果是阴性反应 没有刑事责任 但是毒品从何而来 议员说是KTV捡到的 暑假期间 他还特别在绕去看看 这一两个月间我还是 因为当初我是在 KTV捡到的嘛 那我不是说只有 咨询完之后就算了 之后我这一两个月 我还有到TOKTV去 但是真的有改善很多 都没有闻到味道 我觉得当下的时候 已经有反应出来了 而且整个社会也都有在注意 毒品似乎唾手可得 连议员都持毒咨询 苗栗县警方表示 今年青春专案针对 试用和持有毒品部分 严加查气 至于持毒质询的谢议员 除了缴交罚金之外 还要参加法制教育 讲习六个小时 东森新闻吴俊祥 苗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中全部 点阶 转发 打中